這支影片呢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辦公室的進化過程 其實我現在還是有點焦慮 因為很難想像我明天 就要放下這邊的一切 離開台灣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我現在不知道該開心還是用什麼樣的情緒 這是我居住的狀況 百萬youtuber的辦公室 應該長什麼樣子 好 OK 進來了 嗚呼呼 是不是不想回家了 不想回美國 這房 大家有聽到喔 大家有聽到喔 好 各位歡迎來到 我們的新的辦公室 終於有自己的辦公室了 現在的心情非常的excited 非常的焦慮 其實蠻多焦慮的 因為現在有這個新的辦公室 然後接下來其實很多的事情 需要在這邊完成 這邊還是剛租下來的狀況 終於租到了 而且我在租的時候 其實這一間很搶手 老實說啦 有一點點超過我原本自己給自己預算 不過我看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從就愛上了 有時候你知道 不是你在選房子 是房子選你 房中都喜歡講這句話 不過呢我真的覺得 一進來這個空間 就很有對未來的想像 這邊其實算一個樓中樓吧 所以這邊有兩層 現在想像的規劃就是 這一層就是大家辦公的地方 然後上面的三個房間 其中一個最小的房間 要拿來做錄音室兼會議室 以後Podcast就不用到別的地方 去租些空間了 我們直接在這邊 就可以錄音了 那其他兩個房間呢 就我自己來住 一個睡覺的地方 跟一個算我的客廳 大家可能會覺得 住辦這個東西 聽起來就很不健康啊 然後我問了很多 其他朋友 跟一些創作者 說啊 睡辦喔還是不要啦 這樣子會 切分不了你的工作跟生活 其實我覺得這個 住辦的concept 我很喜歡 對沒錯 因為我就是一個工作狂 有人想要睡覺起來 我馬上就可以上班 然後上班到最後 躺下去就可以睡覺 讚 有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要下定決心 擁有一個辦公室 過去四年 我們這個整個頻道 跟過去三年 開始有團隊 其實大家都是居家辦公 過去這三四年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不對 可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它是一個投資 尤其是頻道成長 到現在的這個level 我覺得我們在創意 跟製作過程 更需要整個團隊 能夠凝聚在一起 希望這樣子的工作模式 工作更有效率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創意可以更隨機的 插出不一樣的火花 更及時的去被規劃出來 對我來說可能是最重要的 如果大家可以來這邊上班 我把它弄了一個 大家喜歡的工作環境 然後拉在這邊 因為很輕鬆 也在這邊聊天 聊了聊了 就可以聊出一些 新的想法出來 我希望這邊能營造出來的公司文化 可以更強 對啊這是我對這個辦公室的目標 跟想像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空間 室內空間大概29坪 這一樓也有一個廁所 跟後面一個廚房 所以要兩個衛浴 樓上一個 樓下一個 然後我很愛的一個東西 就是它這個 bonus 的東西 就是它陽台 給大家看一下 超級大陽台 它是我私人 只有我一個人能用 有沒有超級大 這個陽台 大概有10坪大 所以我看到這個陽台 我就 超讚的 對啊所以我整體覺得 這邊可以製造出很多可能性 非常期待後面這邊的改造 這支影片呢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辦公室的進化過程 最後給大家開箱 一個 before 一個 after 我真的很期待 after 的樣子 Let's go Woo Yeah 好了 在我成功租到這個辦公室空間之後的第一步呢 當然就要馬上來找一個 室內設計師 幫我規劃跟設計一下整個辦公室的空間 那我聯絡上了我身後的這個 In-In Home 其實我是第二次跟他們 Need Up人 因此已經稍微聊過一下 我現在那邊辦公室的狀況 這次直接來他們辦公室來開會 希望我在出國前 因為我大概在一週之後就要出國了 有辦法把整個設計 跟規劃把它弄好 然後就可以安心的在口外拍攝 Let's go 這邊就是想說可以規劃一個客人等待 或是如果拍影片也可以把自己當成一個背景的沙發區 嗯 這個配置上我覺得不錯啊 就是跟現場大概在續說的時候 大概也是有這個想像 可是這樣畫出來就比較有 嗯 就有畫面 你幾號要回來 我是2月12號要回來 反正就是樓上讓它過年前 但是辦公 要用好可以 辦公 有機會 辦公 有機會 對 希望 至少我那種地上放一個床 可以生活 可以生活 可是不用到很高的 錄影的那一種畫 錄影的那一種畫 OKOK啦 你現在很會組裝是嗎 前兩天有稍微研究一下 那一隻 你很會組裝欸 還OK啦 我其實沒有組裝完 我們大家把握時間 辛苦大家了 所以我2月中回來應該是有地方住 我不要聽這一句 好的各位 我剛剛呢 跟InInHome整整開了五個小時的會議 還超久的 為什麼今天要開那麼久的會議呢 因為我明天 就要離開台北去北歐拍片 從街洽到InInHome 到今天為止 也就差不多10天而已 所以他們講這個案子非常的忙 因為屋主 我呢 馬上就要離開了 所以很多事情 在我離開前 要做很多的規劃跟討論 大概把整個辦公室的空間的設計感 顏色 這個project的整個預算 然後什麼東西可以做刪減 什麼東西要加上去 全部他都給我了 好不好 老實說 裝潢這種東西喔 雖然我這次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做軟裝潢 這個地方畢竟是租的嘛 那也不想要做太大格局上的變動 或者是做太多東西 最後是搬不走的 剛剛開這個五個小時 真的 過程其實蠻有趣 就是時間上真的有點緊迫 英英紅他們的軟裝師啊 設計師也有協助 幫我分析 整個討論下來其實蠻快的 然後今天整個揮一下 我的心理也比較踏實 嗯? 我不知道喔 其實我現在還是有點焦慮 因為很難想像我明天 就要放下這邊的一切 離開台灣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中間有剛好碰到過年 當然啦我們在線上 還是會一直在討論 可是 我覺得很多決定 跟材料的選擇等等 最後可能也要依靠他們 這個空間 有下次回來 就 有很大的變化了 我覺得這整個project 應該會拉到2月底到3月初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我明天要去芬蘭 然後我還沒有pack 剛剛看到預算 其實有點小小嚇到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希望這些投資 都是值得的 掰 我回到台灣了 耶 我現在不知道該開心 還是用什麼樣的情緒 因為我現在剛回台灣 像2月中 我這邊的辦公室狀況 給大家一個update 因為我剛回來 也是第一次 本人看到現在的狀況 耶 已經有一些進展了 很明顯啦 就是燈這邊都開始光上去了 然後這邊有打造出一個 這邊到時候要放冰箱的一個框架 樓上也是差不多都把燈啊 有一些粉刷的地方 撞上去了 可是 其實是有一些delay的 真的裝潢的時候 不要太optimistic 不是因為廠商啊 有什麼都delay 可是就是因為 在國外的時候 本來覺得很多設計都搞定 可是就是因為來來回回 想說這個燈要哪一種啊 然後規劃一些東西要做調整啊 在國外其實不斷的在 討論這裡面的規劃跟設計 本來我想說啊 2月中回來 它就可以大概差不多了 可是現在看起來 整個狀況應該會拉到 3月初到3月中 所以外來這幾個禮拜 還是會在這邊繼續施工 我 只好就是 直接先住下來了 可能有一些灰塵啊 可是我還是 要在這邊住 所以樓上這個空間 給大家看 我真的今天才剛回來 然後我完全 都還沒有unpack 這是 我居住的狀況 大概三四個禮拜 就只能比較簡陋囉 還是能住啦 給大家看一下這間 這間 這間基本上沒有太多 有啦 換了一個燈 LupaCast空間 也是一樣 先把燈 裝上了 帶上進展啦 之後有什麼其他要對 再跟大家 繼續更新 先讚 跟我們所有的團隊 約 10點半 我讓他們來挑椅子 都知道半個小時 所以他們應該有30分鐘 可以挑到他們最喜歡的 辦公的椅子 1個 假如你們可以做久一點 我們已經想好了 你們想好了 你們選什麼 就有什麼 可是你們要全部 要一致喔 那為什麼 因為那個視覺感比較 因為我們有提前分析 說話 你們想要哪一個嗎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 我覺得蠻舒服的 這個對不對 這個 我們兩個覺得這個 我跟妳要那個 這差好 這兩個擦在哪裡 怎麼感覺好像超多 要多做幾張才知道嗎 對阿 你要幾點 OK吧 這個 你們做半個小時的 比較準阿 怎麼可能覺得這麼差 那個比較好做吧 他是不是比較硬對不對 他比較硬阿 可是我屁股比較沒肉 所以我比較喜歡軟的 他也對阿 我屁股比較有肉 欸不是那意思 我說還不知道價錢阿 不要看錢 你不要看錢 可是他長得很像阿 很像阿 長得是蠻像 其他人就是做這個 然後你的就是做這個 他要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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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威力阿 威力要相信我們大家決定 不過我跟他講說 我們大家要一致的 他說好阿 那我就相信你們大家的屁股 看Eric看 我覺得 Eric的屁股應該比較有 好 你一致已經決定了 Winnie要這個 然後我們其他的 就這個 謝謝 這原本是要換Podcast那一件 對 你們是挑三面 都是這個畫色 那我們那時候是說 可不可以其中一面 就是換成這個 有關的 作詞 今天呢是3月18號的下午 我的辦公室終於完成了 而且喔 跟你講今天呢其實是一個蠻特別的日子 今天晚上我們即將 晚一點會讓我們全部的同仁進來參觀這個辦公室 我蠻期待他們的反應的啦 到今天才做這個開箱 表示我可以在這個標題上面放 百萬youtuber的辦公室 應該長什麼樣子 我已經大概搬進來兩個多月了 然後包括後面的施工家具進來 其實也是花了一點時間 那今天終於全部到位 我真的覺得現在的辦公室的空間 是我心目中的就是夢想的辦公室 大家會一一帶大家介紹整個空間 接下來我想先邀請一個非常重要的靈魂 特別邀請到In Home的總監 來幫我們就是開箱一下我們的辦公室 歡迎Vanessa 哈囉大家好我是In Home的總監 Vanessa 你的案子是特別 You know 特別的You know You know 近代不嚴重 近代不嚴重 因為你的時間非常趕嘛 對我時間變很趕 然後而且我們聊了大概 我記得好像是12月底我們開始溝通的 對 然後你大概是1月底就出國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些就是過程 好啊 你覺得整個空間 你辦公室 辦公室當初 規劃的時候 因為你有特別講說 因為是租的空間 所以 房東也有要求 規緩的時候要恢復原裝 所以我們就有些限制條件的建置 還有加上你時間的限制 我希望房東看到這一集喔 你看我們弄那麼漂亮 對啊 會需要完全的還原嗎 因為Ian那時候有講說 他希望的就是要有 新創公司的氛圍 所以然後玩一點大膽的演員 沒錯 把戲谷這種氛圍 有部分的元素帶回來 好那我們就先介紹 第一個空間 背後看到的主要的辦公空間 就是大門進來 分了兩個區域 就是一個辦公的辦公桌空間 跟一個沙發區 當時你是希望說 沙發區它同時是具有 會客區 例如說要拍攝的時候 也可以當作一個拍攝的場景 對 或者是就是工作累了 來在那邊躺一下 如果有人看這一集的話 這裡也不要躺太久 對不對 畢竟還是大家要一起用的工具 是 再加軟裝 這樣其實它的效果其實已經非常好 真的 所以我覺得 一些重點家具用對 就是空間設計感覺會差很多 而且因為我們很擅長用一些 例如說家飾品 或者是掛畫 或者是例如說一些盆栽 你去做一個空間的調合 也會覺得不是只是一個很嚴肅的辦公空間 這樣 後面加車還是你有注意到嗎 是不是有點 心創感 很需要啊 而且我覺得這也是你公司的一個理念 大家就進來每天都要給我看到 就是 Dudu的這個slogan 當初我們還有特別設計就是 因為這邊是 然後旁邊又是你的辦公室 所以我們有在這邊做一個 乳框加玻璃 這樣子 讓它做一個平空的功能 也會讓你在那個辦公室也會比較舒服 也有一點風水的考量 Vanessa真的是很懂風水 你是不是很懂風水 就是希望我們有在參考 有在參考 對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我們的住戶也是可以越過越好 對 Vanessa提到這個 屏風呢 它真的很有設計感 因為它的這個 鋁框 是整個黑色的 就蠻符合整體的風格 對 因為你想要的風格會有一點點中性 對 然後稍微有點工業風 再加現在新創的這種比較有顏色的 所以我們當初就是在這個 拼工的部分幫你用 長紅玻璃 然後再加鋁框 透光 然後不透人 這樣 真的很讚 這個鋁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個鋁框的公司是 星耀鋁框藝術門版 他們的鋁框也蠻漂亮的 而且不包括這個鋁框 等一下我們會帶到的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扇拉門 鋁框拉門 鋁框拉門也是他們做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資訊欄 找更多的資訊 那我們就進到 下一個空間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 中島區 這個中島區 你當時有特別強調 你一定要有個中島 要有個中島 為什麼每個業主 都有中島夢呢 因為我自己在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有幻想 就是說 可以來這邊喝啤酒啊 或者是吃點心 所以啤酒有無限倡飲嗎 我們就跟我看 爭取福利有沒有 無限倡飲 好不好我們理性飲酒 回歸正傳 回歸正傳 這個中島我覺得真的 在我心中 辦公室有中島 它是真的是非常必要 我覺得它可以讓 團隊的那個 工作氣氛可以 歡樂一點 就不要那麼正式 不會覺得好好建議 因為畢竟你們是做創意產業 沒錯 然後這個穿過我覺得很棒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可以玩 第二棒 很適合耶 很適合耶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設計的時候 我給你提嘛 這個地方 我也想要有 可能可以拿來做排片用 所以也要就是一個完整的檯面 後面這邊就是用零食櫃 然後可能可以收納一些 拍攝的道具啊 或者是 餐具之類的 像中島檯面 我們其實有特別選擇 因為排面在選擇上 其實要 顧慮它一些功能性 例如說 不要很容易刮傷啊 或者是 不要容易染色 所以 像我們選用的這個硬度灰食材 它的硬度特別高 所以其實就不容易刮傷 然後也耐熱 不怕大力的使用它就對了 是也不要暴力使用了 不要暴力使用了 所以也是一極耐然的材料這樣子 這個石板真的很漂亮 而且幫這整個空間加很多分 就一個大自然的元素 在辦公室裡面比較有生命力 然後他們其實安裝很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家公司叫做 我這邊順便跟大家帶到一下 我這整個辦公室空間 大概有五個面左右 都有貼壁布 我身後就是其中一面 它這個壁布其實真的很酷 以前可能大家會覺得要貼壁紙 可是壁布 它的耐用性又更高 而且壁紙可能就要除掉的時候 那上面那個膠都不好除 所以壁布段的時候就蠻好選擇 而且它好像是 圖案跟那個大小都可以定制 喔對 都可以定制 然後它又耐燃 它空間真的超多的 然後也是麻煩硬硬後幫我搭配 到底要選哪一種壁布 所以我這個壁布搭上這個食材 很搭啊 我很喜歡這個空間 好 我們下一個空間了 來到 喔也是這個整個辦公室空間 這是因為你當初為什麼要租這裡 真的 我看到這個陽台 我看到這個陽台 很加分耶 真的 大加分 就覺得這個陽台就要好好利用它 這很難得的空間 真的 在台北市 然後覺得 如果可以把地板稍微鋪一下 然後弄個帳篷這樣子 其實太chill了 喝完啤酒 再來這邊 秋秋節要來烤肉 我覺得是超色烤肉 對 真的 我知道要買一個grill在這邊烤肉 因為其實像陽台的部分 早期的房子都不會規劃到很多的光源 所以其實我們就有增加了戶外的造型 讓這個空間 其實如果在晚上然後有一點點戶外造型 其實整個氣氛會非常好 真的 這邊其實是很療癒的 你可以camp下來是不是 那感覺 真的很舒服 哪有通過一直加班有沒有 不回家 這邊風很大 這邊房間比較高一點 我真的前兩天 我就是躺在這裡就外面 然後這樣看著天空 應該很爽 很舒服 現在這邊比較空 可是我覺得就是給它一點空氣 因為我覺得辦公室就是這樣 其實裡面很多地方都是 我覺得它要慢慢進化 所以也蠻期待這邊 未來越來越多小巧思啊元素 然後讓它更豐富 好 那我們到樓上 好啊 來看另外一個空間 樓上 Let's go OK 我們現在準備上二樓之前呢 給大家介紹了這個很厲害的這扇門 我們設計這個呂框拉門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下面是辦公室嘛 辦公空間 然後樓上是你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希望就是 私領域跟公領域它會有一點區隔 然後可以讓你們比較有隱私 所以也有可以上鎖的這樣 就是這樣兩邊的空間比較不會互相蓋這樣 然後呂框拉門它的優點就是它很輕 所以它只要一個上函式的軌道 它就可以這樣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地方就是 到後面直接 安靜掉 因為我們這是雙緩衝的五巾 雙緩衝的 因為很多人趴到拉門的時候 那時候以前比較舊的門就是可能會直接 啪過去 就會直接撞上去 現在就是 OK 安靜 然後在通的時候就可以把那個冰箱 就是蓋起來遮住 好 那我們接上二樓 哇 二樓 剛剛可能大家已經微微看到一個很厲害的東西了 就是 DU-DUMAN的LOGO 超大的LOGO在這邊 然後配上就是一英雄幫我配的這個很漂亮的吊燈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我們家的LOGO 就是因為這是我要求的 你對這個要求會不會覺得 我也有覺得很好 這樣子其實大家才有強化那個品牌的降心力 對對對 這是一個Tech Company一定要有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房間 我們先看比較沒有洞太多的 臥室 其實臥室做的東西也不能說不多 我們這個床進去之後 你有幫我做了兩個床頭板 對 簡易的床頭板 因為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東西 例如像手機啊 或者是台燈啊 想要放在那個床旁邊 我覺得這個床頭板真的很有用 因為我空間真的有限 這個房間其實是真的不大 然後床又特大 那時候也想說這個房間不做其他事情 就純睡覺 如果要工作或讀書幹嘛的 就到其他的空間 但我覺得這個房間 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你希望你們居住的空間 是比較溫馨的 跟那個樓下的辦公空間的風格有點區隔 是 房東原本的舊的衣櫃 它的顏色是那種很重的木頭色 對 很老的 老老的 對對對 我們就用了貼模液 不動它原本的衣櫃的結構 對 只是改變它表面的材質 我覺得整個空間分圍就差很多 這個就是軟裝的魅力 OK 接下來來到我的小客廳 我覺得這個客廳的改變是非常大的 後面這個也是壁布 貼的大家看得出來就顏色有點太一樣 然後整個軟裝使出來的這個後勁真的是很強 有感覺到那個 有感覺到那個 那個vive是嗎 有感覺到 那時候也是就是我女朋友 特別 因為他這個整個空間沒有他自己的空間 所以他特別想要專注給更多input在這個房間裡面 他對這邊想要有一點比較cozy 然後比較溫馨感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丟了一些 在Pinterest那邊找了一些references 突然說 全部整個就是Pinterest出來的感覺 謝謝謝謝 真的 這是我們硬硬控的強項 基本上我這邊的一些需求啦 就是這個沙發一定要是沙發床 因為我怕有時候 不管是不是朋友來 或者是爸媽來 會有這個彈性 會有住宿的彈性 其實我們這個櫃子也是 因為你有跟我說 貨室的衣櫃是你使用 然後這個衣櫃是給女朋友使用的 那已經快不夠用了你知道嗎 正常啊 要溢出來到我那 這邊也是用貼膜把它改變它的樣式 然後地板我們也是有管 地板樓上樓下基本上都是用 鋪新的這個木頭地板 那這次用的地板是弱可可的地板 也是很多選擇啦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話 可以去資訊燃燒 他們地板也是鋪超快的 好像一天內就把所有地板都鋪完了 我覺得超有效率 然後還有一個要錄Podcast工作室 沒錯 我們去我們的最後一間空間 最後一間是我的Podcast錄音室 第一次露面耶 這邊就是大家都沒有看過 又是Zuluway的Logo 沒有錯 我們Podcast的Logo 浩波都市圈 訂閱起來的 這空間它應該是整棟裡面最小的一個房間 反正錄音室嘛 就是不用到那麼多 其實以錄音室來說它算大的 對 以錄音室來說它算大的 對 基本上最多就是四個人在這個桌子上 可能有一個製作人可以坐在外面這邊 這邊還有衣服化妝 我覺得很棒的是它剛好就是可以蓋到後面的墊箱 其實它這個壁布的質感也還蠻好的 還不錯喔 而且這一間的壁布其實有點不一樣 我這一間挑了兩個不一樣的壁布 這個柱子就是挑了一個那種有點木質然後線條感的 其他這三個面就是挑一樣的有點水泥感 它其實是個毛毛的 它是說有一點點吸音功能啦 可是我自己還沒有 這一間其實還沒有完全做好 因為我地板還沒有做一些吸音板 還有天花板我也要做一些吸音板 所以這邊還會再慢慢的進化 很期待之後跳脫都市圈的podcast 可以在自己的空間錄走 OK 最後呢就是我們做一下總結啦 這個project大概兩個半月 其實這兩個半月又拉到過年 過年 對 然後我又去北歐一個月 到底 有一點笑心 我真的音樂真的非常的厲害 然後其實我整個過程 因為也是我第一次裝網 跟設計公司 然後裝網然後從頭到尾 就是很多東西要做決定 你自己覺得有什麼差別 有被引導我覺得很好 就是你可能會有很多想法 可是我沒辦法整理自己的思緒 因為我們會是有系統的去問你 說現在我們需要的地方 我們會選擇什麼東西 然後什麼考量 你看很多照片去Pandress 你會覺得這個我也喜歡 那個我也喜歡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喜歡這個東西的什麼 是這樣子嗎 對 因為你幫我想到就是 我到時候需要用到電的地方 這邊是不是要留電 廁所其實我沒有 稍微調整一下 是 對 其實要考慮東西 比我原本想像的多好幾倍 沒有 而且你還有出一個難題給我們 你還要住在裡頭欸 在施工過程中喔 大家不要學好不好 剛剛那是錯誤事 不要錢 就我覺得應該可以忍受 就女朋友比較辛苦一點 再訪問一下 你覺得呢 住完之後 你下一次還會選擇這樣子嗎 現在他們比較 就是 粉塵啊 對 他們都說 你不要坐啊 我有粉塵 不會吧 我們關著就好啦 然後路口要上 粉塵無控不入 然後每天都很多人進出你家的感覺 那比較 就覺得啊怎麼又有人來 怎麼又有人來 可是沒辦法 因為就是 所以其實很打擾生活啦 會啦 因為真的很少人會有這個 要住在裡頭的這個要求 這整體的空間完成之後 你覺得哪一個空間是你最滿意的 這好難喔 就好像每一個空間都自己的寶貝一樣 我覺得辦公室空間 還有客廳 這兩個我都選不出啦 因為這個辦公室空間跟我自己想像就是 就是以後我有自己的辦公室的話 我想要什麼樣的感覺 一些想像我覺得這邊都有 然後又加自己的一些就是頻道的一些個性 比如說Logo啊 我覺得個性非常重要 我覺得 主辦這個東西 因為我跟很多創作者朋友聊過 我主辦其實很多人大部分都不介意 一我就是比較工作狂一點 所以搞不好我是喜歡的 然後二如果真的沒辦法抽離 我覺得那個客廳就有辦法做出這種差異性出來 就不要這個上去感覺好像又是另外一個辦公空間 然後央台 央台本來就會 央台也很Chill啊 央台本來就很喜歡 然後就是整個在鋪啊 加一個這個小帳篷 烤後烤起來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間 好像也有點難欸 很難齁 我覺得我也是蠻喜歡中島跟這裡這個整個空間 因為我們看的角度除了風格的塑造以外 我們還會考量你的使用性 我覺得它不會是今天這樣子 它就永遠都這樣子 一直長這樣 對 會隨著你的生活歷程 它會再增加一些元素進來 而且我覺得軟妝也是 就是很神奇的這一部分 就是我可以一直在 軟妝真的很有魅力 調整軟妝 讓整個環境就是一直加分 會一直改變 謝謝英雄我們大家 終於辛苦了 辛苦了 我覺得完成這個案子也很 就是大家都會有成就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把更多的這個英雄的資訊放上資訊欄 然後大家有興趣嗎 可以找他們合作 謝謝 團員等一下就要來了 所以我滿期待他們看到這裡 這裡的反應是什麼 好我們等一下去借一下我們的團員們 Let's go 歡迎到你們 哈囉哈囉哈囉 Yeah 好期待喔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想一下我想一下 我應該這樣進去 我應該這樣進去 阿本來我們先不要看 等一下你們先脫一隻 脫鞋子 脫鞋子 因為裡面現在都算蠻乾淨的 裡面的室內都已經放大準備了 哇 我現在都很開箱民宿的感覺 真的 應該要撿到手褲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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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撿到手褲 應該要撿到手褲 OK進來了 各位 嗚呼呼呼 哇 哇 哇 欸這很強欸 欸 一幕好漂亮喔 欸這脫鞋很強欸 真是脫鞋很強 哇好漂亮喔 哇賽 好讚喔 對Aaron因為你不在台灣嘛 對不對 我剛剛正要問我要坐哪裡 哈哈 我要坐哪裡也沒有啦 沒有啦 你要回台灣之後 你這邊直接多一個 沒關係沒關係 生成本 反正我大部分直接都不在 哇小巧 是不是 欸 欸好酷喔 啊這邊怎麼掉漆啦 哈哈 欸這個很強 這是畢部咧 哇 那個也是畢部 哇 就是要大家這種反應 哇 蠻像民宿 蠻像民宿 那我就坐這啊 對啊可以啊 我就坐這裡啊 這邊也可以當個拍攝背景 這邊就是中島嘛 大家就是 喝點酒啦 或是玩Beat Pump 你看這個長度 還是要上班 坐累了或用電腦太久 可以在那邊休息 那邊也算是我們休息區啦 我跟你講 來 我們來外面 哇這個外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外面 這個外面 喔我在外面工作 就是 我們以後員工旅遊都在這邊了 哈哈 我還有椰子樹欸 椰子樹也可以 哇 高雄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下班 就是直接從那邊下去嘛 欸真的 你都知道這是這個功用 真的齁 真的假的 我來的時候我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需要跳的時候 真的假的 真的 旁邊有繩子 我那邊繩子放在那邊 如果在室內有點Boring了出來 或是你們要開開會 欸跟你講 這邊有看到101喔 喔這看到煙火一點點 一點點 那邊烤肉啊 欸我覺得這比很多民宿都還厲害 真的齁 那床的部分在哪 床的部分 好我們去樓上看 我們要上去囉 那有樓上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哇 真的很可愛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兩間是私人空間 喔私人空間 啊這是客機 好漂亮喔 啊我們想要睡覺的時候可以進去嗎 對 他不是想要上班想睡覺的時候 我跟你講 陽台我用一個那個帳篷 然後買一個那個睡袋 你可以camp下來是不是 那感覺 他是一個擠花裝飾品欸 對啊 影響文端簽過的喔 那就真的變裝飾品了 最後一個房間喔各位觀眾 哇 欸很 欸好像好可愛喔 哇 麥克風都要幹嘛的喔 麥克風都要幹嘛 唱歌耶唱歌 唱歌 唱歌 是不是不想回家了 不想回美國了 我們在這邊工作 哈哈哈哈 還好耶 你在幹嘛 大家有聽到喔 大家有聽到喔 我不知道阿 要幹嘛阿 沒有啦就是 因為這辦公室都是 驗自己一個人用很辛苦嘛 對不對 然後其實沒有 其實這是你的生日 What 你看幾月幾號 已經過了吧 你生日的時候我不在 對對對 原來其實這是 間接也是你的禮物 遊戲機 沒有很間接 非常間接 非常的間接 什麼 因為你常常晚睡晚起嘛 對不對 這個喔 他可以幫你調節室內的燈光 然後比如說他幫你調你的生日時鐘 比如說你想要八點起床 對 他可能七點開始慢慢亮 慢慢亮 慢慢亮 真的假的 然後你到時候想就直接醒 然後他就不會遲到 喔對好太好 希望有幫助 都講得好像有業配一樣 介紹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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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好那就 開工了 其實我們今天不要開工 我們今天要直播 我們馬上就要變成 百萬youtuber頻道 好我們現在就 開始直播 Let's go 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我愛YouTuber 會不會 會不會 有 我會不會